当你遇到燃气罩不打火时 先别着急 自己都能搞定 今天我就把所有的方法都分享给大家 总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首先第一种情况 就是两边都不打火 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直接检查电池 燃气罩的电池 位于燃气罩底部下方 我们打开橱柜门 就可以根范电池 在根范电池的时候 有两个方面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电池的正负极 不要上反了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买的电池 上面有一个包装盖 我们一定要把包装盖揭开 如果根范电池后 燃气罩依然不打火 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 燃气罩的电池盒里面是否生锈了 如果是电池盒生锈 我们可以用一个刀片 把弹坊刮一下 也能解决问题 如果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二种情况 等一下我们统一给大家分享 简单的方法 燃气罩不打火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一边正常 另外一边不打火 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当我们按压开关闲流的时候 是有燃气出来 但是没有打火 我们就需要仔细地观察一下点火针 看点火针上面是否有水 或者油 或者是粘物 如果是点火针上面有水 我们可以用电吹风把它吹干就可以 燃气罩用久了后 点火针上面容易极碳 或者有粘物我们可以用一张砂纸 把点火针打磨一下 如果没有砂纸的朋友也可以拿一个钳子 或者是指甲剪上面的错刀把点火针打磨一下 也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另外如果我们发现点火针的电火发比较微弱 或者甚至还是不点火 我们就可以给燃气罩的中心小火针上面加一小段铁丝 或者加一颗螺丝 也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具体的方法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 我主页有详细视频讲解到 通过以上几种方法 还是不能解决燃气罩不打火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尝试第三种方法 精彩继续看 有用能否帮忙点点赞 如果您家的燃气罩是使用一节电池的燃气罩 大多数都是因为燃气罩用久了 开关斜钮帽子 密封签松动 有水或者粘物杂志流进了燃气罩里面 导致燃气罩的开关斜钮里面接触不好 导致开关失灵 最为简单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们把不打火这边的开关斜钮帽子起开 顺着这个开关斜钮柱子向里面跌上三跌处 然后不停的按压旋转开关斜钮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就要用到最后我们讲到的第四点 怕记不住的朋友也可以先转发收藏本视频 以便以后需要的时候又找不到了 如果家里面是使用两节电池的单电池阀控制的燃气罩 经常就会出现单独打开左边或左右边 燃气罩的火头上面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打火的声音也没有电火发 甚至根本连气也不会出来 打开另外一边能够正常燃烧 这时候刚才不打火的那一边也跟着打火 燃烧一分二后就会自动熄火 或者是我们把能够正常燃烧的这边先打燃后 再把有问题的这边开关斜钮打开 两边燃气罩都能形成正常的燃烧 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本视频中最重要的一点 第四种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拆开燃气罩的面板 拆燃气罩的面板也比较简单 先把燃气罩上面的炉架和分火器起掉 我们可以看到在接水盘上面有三颗不锈钢螺丝 我们用螺丝刀把这三颗螺丝先起下来 如果生锈了起不下来 我们可以先打一点除锈剂 如果家里面有内六角套筒的也可以用套筒来起 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边的螺丝起掉 把接水盘起掉 左右两边的开关斜钮 我们用力向上一提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开关斜钮起掉 再把下面的固定密封签起掉 燃气罩上面的面板和下面的底壳一般是用双面胶粘上了 我们用一个手工刀在下面发一下就可以很好的分离 揭开面板 我们发现燃气罩内部结构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导致燃气罩不打火 第一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松动或者脱落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电磁盒的出线端铝铝铝线路 有时候燃气罩进水或者进了老鼠把线咬断 都会导致燃气罩不通电不打火 重点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线路的接头部分 第二 这个是燃气罩的微动开关 很多时候微动开关失灵也会导致燃气罩不打火 燃气罩厂家在安装微动开关时为了防水 安装的位置比较特殊 所以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怎样拆微动开关 怎样安装微动开关 我把两种方法都分享给大家 第二个方法是我自己琢磨的一个最为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也是大家最常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扒掉微动开关以点火器的连接接头 再把电磁阀的供电接头线扒掉 抬起燃气罩的底壳 前面有三颗螺丝 把这三颗螺丝拆掉 在燃气罩电磁阀这个位置 有一颗固定螺丝连接的搭铁线 我们把它起下来 起完后我们把气管向一边炉头压一下 就可以把气管开关总成全部起下来 在跟范微动开关之前 我们先把开关弦扭反时针拧到底 把开关总成翻过来 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微动开关的固定螺丝 起掉螺丝就可以跟范微动开关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安装微动开关的时候 底座上面有一个固定支点 我们一定要把微动开关的孔安装在固定支点内 安装好后是怎样拆下来的 我们就怎样安装上去 但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在连接微动开关连接接头的时候 两边的接头千万不要弄反了 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左边的线和右边的线颜色是不一样的 安装好固定螺丝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不要搞忘了 我们要用肥皂泡水措施一下 燃气罩接头部分有没有漏气的可能 这样看来 接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更简单了 视频都看到这里 还没有点赞的朋友 记得帮眼保兄弟点赞支持一下 这个方法就不用我们去拆燃气罩的燃气管 或者开关总成了 我们只需要认真的观察一下 燃气罩的微动开关 所对应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在燃气罩对应的底壳上面 开一个这样的圆孔 根范微动开关就特别方便了 更多关于燃气罩的选购和使用知识 欢迎朋友们关注我